寿风乡拥有22公里海岸线 但是在相关海岸法及土地政策上 限缩了寿风东海岸部分发展 当地居民认为 中央目前正在推动的国土政策区分 无法有效整合跨部会和地方充分沟通 寿风乡的海岸发展也就处处遭受限制 寿风乡拥有22公里美地的东海岸 蔚蓝的海岸线在夏季吸引许多些无客到访 在这一条海岸线上 有现代也有传统与历史文物古迹 每天更是不断上演日出东方的美景 但是市区在这儿的乡亲 却是因为土地发展受限 有些人更是变卖土地远离他乡 东海岸这个海岸线 全场22.5公里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发展观光产业的空间 东海岸在做这个生意的 他们做的有声有色 在地的一个景点把它做得更好 给我们游客来到我们松乡 这个好山好水一个地点 能够来加以重视 由于东海岸的发展 常常受到海岸法的规范 以及保护区的法令限制 受限于国土政策 台11线沿途的景致虽然美丽 但是无法有效的整合跨部会 与地方充分的沟通 发展也就处处受限 当地民代期盼能够在国土政策上 做充分的沟通 才不会牺牲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